M编辑随你问单人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M编辑随你问单人 最近要到了换季的季节 我们收到很多网友询问 关于皮肤甘养的困扰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皮肤专科医师 林云轩医师来替我们解惑吧 嗨 大家好 我是林云轩医师 我们编辑在Instagram上 询问广大的网友 这个换季敏感随同口 来看看大家是不是都有答对 我觉得我们网友的素质都很好 大家一致认同答案是 不行 换季时我们都知道皮肤的屏障减弱 当然要选用医生认可敏感肌使用的 医美修复成分才是最有效的 那医生到底什么成分才适合呢 其实啊我们换季皮肤呢 除了温度还有湿度的变化外 我们皮肤也容易缺水造成干燥 这时候我会建议大家要使用 添加医美修复成分 像是维他命原B5 尿囊素 神经锡胺 角砂锡等等 它都是常见的成分 能够快速修补皮肤屏障 恢复正常锁水功能 对也是让我想到一直以来身体保养界的CP王 就是这个 来自德国百年肌肤专业保养品牌的尼维雅 他们最近推出医美及修复金三角哦 全系列都含有高浓度维他命原B5 来舒缓肌肤肝痒 而且啊它一模感觉上很滋润 却不黏腻 蛮好推开跟吸收的哦 尤其透过德国百年护肤专业的72小时保湿技术 与Microbiome 德国肌肤防御科技 更能长时间持续对抗肝痒 维持肌肤健康哦 没错哦 这款乳液也是我平常会推荐给敏弱肌 作为日常保养的必备身体乳哦 哇这题答案出乎意料之外 大家都以为皮肤干燥只需要补水就够了吗 如果真的受不了 有什么立刻有效的办法来缓解呢 只是补充水分绝对不够啊 刚刚说了要使用医美成分来舒缓干燥不适 另一款安心舒缓水润霜 里面的尿素真的就是我们平常对干燥皮肤的舒缓成分 它擦在身上啊就是轻盈水润的云朵质地 完全没有以往那种乳霜的黏膩厚重感 反而啊是舒适的为肌肤注入舒缓修复能量 跟滋润保湿的水感 对啊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很不舒服的话 你其实可以在干燥处先併布5到10分钟 或者是你洗完澡之后 你立刻厚敷这罐尼瑋亚安心霜 这题很多妈妈姐姐都有的困扰 当然是多擦护手霜 但是啊其实很多护手霜都是假润 到底该怎么选以及怎么保养呢 其实啊我们手部肌肤老化 其实比脸还要快哦 平时不止洗手还有使用清洁剂 尤其这两年疫情又使用酒精消毒 更容易破坏皮肤屏障 这条尼瑋亚的极致修护护手霜 就是我们很多医护人员爱用的护手霜 除了平时洗手完要擦护手霜之外 选择内含修护成分的护手霜才有效 这款护手霜有添加维他命B5和乳木果油 滋润度很不错 涂抹完后皮肤不会觉得黏手 而且你等它吸收之后啊 就算是冲水也感觉还是有一层防水保护膜在 真的很不错哦 今天的秋冬换季保养水糖烤泥答对几题呢 记得敏感肝养的时候啊 拿出保湿又具高效修护的尼瑋亚 医美及修护金三角 精准修护完美护肤度过整个秋冬啰